钱总啊 你最爱的女人是二米粒不 这个问题问的很尖锐 你干啥呀 说我行 电视剧里都这么严的 别别 人家电视剧里是凉水 你这热水 她不怕开水 她下雨了 收衣服啊 收什么衣服 那个钱总 我问你 你最爱的女人是二米粒不 对 就是我们家二米粒 那她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 她不是个人 啥 她就是个天女 心里 她就是月亮上的嫦娥 嫦娥呀 那我问你 大米粒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 大米粒 你认识大米粒啊 大米粒在我心目当中 就是嫦娥身边的兔子 小什么小 你这个嫦娥 你看把你这兔子养的 怎么那么肥 这谁兔子呢 你看你长得像个二师兄似的 哎呀 大师兄 你就是兔子 二师兄怎么的了 二师兄就是爱嫦娥 是不 不远 离我远点 只有我们家亲爱的二米粒 才能跟我那么亲近 听说你们家二米粒啊 特别爱花钱 还特别败家 你喜欢她什么呀 女人不败家 男人挣钱给谁花 那她还不爱炸虎啊 干什么活 嫦娥要是干活的话 那只肥兔子干什么 我们家二米粒就负责 貌美如花 我们家大姐呢 就负责勤俭吃家 听见了吗大姐 原来我在她心目中 还真不是个人 我就是个神呢 人精病 哎 那神不让你去喝酒 你跟谁喝去了 对呀 二米怀孕了 不在家好好陪着 你看你喝那酒呀 大飞兔子 闭上你的三角嘴 你啊 我告诉你 我大姐夫 你也不认识 大姐夫哭着 跪着求着我喝的 不对 她滴酒不沾 就是因为她滴酒不沾 物业谈了一笔生意 她叫我去喝的 啊 那你没撒谎吧 我撒什么谎啊我 还不回来 你差不多了 不信 你看 大姐夫 大姐夫 你也不要 精神换发 哎 我给你带着 其实我自己都喝了 没好 我答上了 哎呦 我跟你说 我拜托你的事 你可 你可还要办好啊 谢谢 陈春风 同志 你看你看 代表物业 谢谢陈春风同志 哎哎 谢谢你 谢谢你 爱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我 我爱我 你看陈春风还真是 住人没乐趣了 哎 大姐 我觉得我大姐夫 喝的挺可爱的 你把你刚才教我那招 你用上 你用上 对呀 她从来不喝酒 太好了 我问问她 嗯 赵经理 我问你 你最爱的女人 是不是大米粒啊 你这个问题 问得很尖锐 哎 这个还装死呢 下雨了 我们也收衣服 哎 哎 你先别着急 收衣服 我 你听到 我问你啊 你最爱的女人 是谁 张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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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还真是 酒后出真言啊 怎么出了个张秀芬 张秀芬是谁啊 我的妈妈 哎 我问你 除了妈妈 你最爱的女人 是谁 那肯定是妞妞呗 回答正确 除了这俩人 你还最爱谁 嗯 那你 哎呦 什么时候来呢 你认出我来了 当然 哎 用你这张脸 三百米以外 我就聚焦了 你这个饼 你这点啊 我问你 张秀芬 在你心里 是什么人呢 张秀芬 她就不是个人 你看 张秀芬 张秀芬 你看这是我的 张秀芬 旁边的臭的 哎呀 那那个爱情 在你心目中 是什么呀 张秀芬 你看看 我就是省一点 招都没有 张秀芬 张秀芬 在你心目中 是个什么人啊 我吃个东西 上一天 我看你心里 那就是个兔子呀 一般的兔子 是一个肉兔 什么肉兔啊 就直接说我肥 就得了呗 肥而不腻 我的天 你挺老的 站着你 那还美 上那两瓶堂 看那两瓶堂 我爱你 爱你 听爱你 爱爱爱爱爱 狗 哎呀我的天 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哎呀 小小小小 小老那个 那我问你呢 二比例在你心里 是什么人呢 吃货 好吃懒做不干活 人都玩好 一大火里 谁取他谁完蛋 钱是吗 你还都在听呢 他骂你几分的 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什么 小刚的 嗯 小刚的 你给我清醒点 你别忘了 我拜托你的事啊 哎呀 哎哎哎哎 你喝多了 你没喝 打下来 别打着 你回去吃架去了 不行 还有任务 没有完成 什么 什么任务啊 好好说啊 陈陈峰 陈峰让我说的 出去喝酒了 他喝酒去了 他自己喝 喝他 不对 陈峰说了 他是替你喝酒去了 才是什么话你能相信 啊 他骗媳妇的 连我的酒都是 他给 啊 那他是不是经常骗他媳妇啊 错 他是天天骗 嗯 怎么了 什么要吐啊 有台贵 不舍得吐 行了 别不舍 不合就吐上我 赵刚子 你把我事全都毁了你 你忘了你 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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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错 嘘 孩子 别听他在那白话啊 你以后要是个女孩的话呀 你可不能像你妈一样啊 以后找对象 眼睛一定得瞪大了 啊 别找一个这样的 整天撒谎 然后还给我喝酒的大酒包 听见没 乖啊 媳妇儿 我 我错了 你行啊 秦师傅 我不让你喝酒 我是坑你呢 我是害你呢 是吧 啊 咱俩要这孩子多不容易 你自己知不知道啊 啊 我现在怀孕了 你不好好搁家陪我 你天天出去喝酒去 啊 你说以后你要把身体喝坏了 我跟孩子怎么办 媳妇儿 我今天喝酒真的有原因 你看咱们公司跟人家公司 谈那比买卖已经半年多了 今天 人家把字给签了 哦 对了 你看 我今天喝酒是有成果的 我得 你看 这支票都拿回来了 我是不是得谢谢人家呀 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跟我撒谎 啊 你一天不骗我 你是不是心里特别不得劲啊 媳妇儿啊 我这不都是善意的谎言吗 你行啊 钱顺芬 你别来跟我整什么善意的谎言 咱俩是两口子 要不能有话就跟我实话实说呀 我还能不让你去吗 好 明天孙总约我去钓鱼 行吗 不行 你不还得陪我去缠你眼睛吗 对对对 后天几个老板约我去打球 行吗 不行 你不还得去取化验单吗 这就是实话实说的结果 你到底喝没喝多呀 啊 我在半忙半天 我上班了 唱去 你刚才说你爱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我不信 你看我都喝成这样了 俗话说的好酒后吐真言呢 有道理 走 顺芬 跟我回屋 屋里还有两瓶好酒 你再把它拔走了啊 快点把它造了 走 干嘛 我还有二十个问题要问你 我问就问吧 但还要喝酒啊 酒后吐真言呢 慢点 慢点 好多好多了 哎呀 好多好多了 哎呀 哎 顺芬回来了吗 回来了 你进来的了 啊 不行不行 我得找顺芬去 干啥呀 不是我怕他两口都打起来 我还没完成任务呢 哎呀 刚子 你任务完成得很漂亮 他还打不起来 可好了 真的呀 真的 俩人没打呀 没有没有 哎呀 我这就放心了 哎呀 哎呀 我这就 爱的 爱你 爱你爱你就爱你 对你爱爱爱不爱 你喝酒了 我喝什么酒啊 刚子 这么多年了 我从来没听你跟我说过这么多好听的话 你还能再跟我说一遍吗 妈呀 我刚才说啥了 我断片了 我都忘了 那我提醒提醒你 嗯